一名男子站在闸门口 对着车站宝圈不断大声叫嚣 只见一只玩具贵宾狗 还在地上开心的走来走去 但他的主人却未依规定 把狗狗放进龙室内 就想这样直接近站搭车 因此被拦了下来 这只狗不敢来 做什么 你要做什么 要喷我喉水 先喷我 你要喷我出来就对了 这些男子越来越夸张 完全不觉得自己有错 一只气壮对着宝圈咆哮 过程中还一度冲上前挑衅 甚至把口水喷到人家身上 整个嚣张的行径 都被路过民众给拍了下来 先叫警察来啦 对啦 先叫啊 你叫了叫很久了 等一下 有什么 有什么 不能拍吗 你现在不遵守规定 你不能拍是不是 眼见自己违规还呛瞎的行为 统统被露下来 男子还作势冲上前 想打录影的民众 但马上被保全给挡下 就在19号晚间9点多 这名手提狗篮 却不把宠物装进去的男子 就这样大喇喇的 想牵着宠物狗进车站 保证人员见状立刻上前阻止 但男子完全不听劝 还爆发口角争执 我保护这位先生啊 为了乘客的安全与卫生 几乎所有的大众运出工具 都有携带宠物的相关规定 像台铁全线各级列车 只要旅客携带猫狗 兔鱼虾类等宠物 通通都要装箱装袋放置座位底下 否则根本不能带上车 其余毒蛇猛兽类则完全禁止 只有警犬或导盲犬例外不受限 回头看看男子 明明违规还理直气壮的呛下 真的让人看不下去 记者林中正罗湘投人报道